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极端 骗伤为了政治正确牺牲了逮捕 不过MeToo真的走太远了吗 全球聊天室我们特别邀请到 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秘书长罗佩佳 来替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感情是最容易剪不断 理还乱 但美国有四名女性 她们在婚姻路上不屈不挠 甚至结了11次婚 就是为了要找到Mr.Right 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 我是Gino 王显瑜 来看到我背后的这张图 Johnny Depp跟Amber Heard 好啦 欧俱星Johnny Depp 她控告前妻安博赫德 家暴诽谤的官司 前一阵子成为全球最夯八点党 这最会夯得这么大力 除了一来Johnny Depp 她本来就是知名度超高 二来她在法庭上的幽默表现 让她成为最强的话题制造机 甚至连舆论都不约而同地 倒向她这边 在法庭上呢 Johnny Depp他又成了人人追捧的对象 也让他从原本身陷家暴遗云的巨星 来的一个形象大翻转 说起来这宗家暴罗森们 已经延烧六年了 最一开始Johnny Depp 她跟Amber Heard 他们是在2009年的 最后邢来日记的片场相遇 六年之后结婚 但这段短命婚姻呢 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个月 在2016年 Amber Heard就申请离婚 控诉Johnny Depp对她施暴 但最后呢 因为证据不够有利 所以两人就庭外和解了 没有想到这个和解 则是一切苟且情节的开端 2018年Amber Heard 他在华盛顿邮报 就发表了文章 宣称自己是家暴幸存者 那当然你可以想象 虽然内文完全没有提到 Johnny Depp 但他的事业大受打击 忍无可忍的Johnny 就把前妻告上法庭了 并且要求五千万美元 大约台币14亿的赔偿金 除此之外呢 隐忍很久的Johnny Depp 他也终于不甘示弱地爆料说 他的前妻曾经在床上 不是呕吐 也不是吃饼干 结果掉了满床的饼干屑 而是在床上大便 这一坨安博牌米田供 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它比稻草粗很多 也臭很多 但总之Johnny就决定 这婚姻真的是维持不下去了 同时也让网路 弥漫了一波的屎尿迷因 让人屎尿未及 另外Johnny Depp也指出 Amber他在婚姻期间劈腿 劈腿是谁呢 跟Elon Musk等人约会 同时Johnny也决定 再不出招 你也为他吃素 所以他就放出了 跟Amber吵架时候的录音档 指出他的前妻是家暴的施暴者 而不是survivor 不是幸存者 网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声援 Justice for Johnny Depp 还给Johnny Depp一个公道 很多人也开始议论 男性身为家暴受害者的难处 更有许多人开始讨论说 这是不是可能 hashtag Me Too走太远了 结果好比说 神鬼解行的骗商呢 为了政治正确 就牺牲了Johnny以及取消文化 最后造成的压迫 你当时听到Johnny的声援 告诉他们Johnny Depp 我Johnny Depp是一个男人 我是一个隐蔽的状态 我说是 我 我和这个人很爱 他也有这些东西 还有其他东西 很严重 好莱坞巨星强尼代谱 和演员前妻安伯赫德的诽谤审判 进入最后两周 两人官司新闻席卷全世界 开庭的菲尔法克斯法院外头 总是大牌长龙 聚满了一堆吃瓜群众 两人开庭至今 除了各种电视转播和媒体报道以外 短影音病毒式的疯传全网 hashtag Justice for Johnny Depp的标签 在抖音上获得了将近70亿次的浏览量 而带着恶意嘲笑 或放大安博丑态的迷音 也不断地放松 这些是伴侣 舆论目前一面倒得挺强力代谱 除了粉丝滤镜的加持之外 也有不少支持者 把他视为男性家暴受害者 终于得以发生的象征 然而当双方都提出严重 甚至血淋淋的受害经历时 到底谁才是受害者 在大众把法庭娱乐化的眼光下 这个问题却显得越来越模糊难辨 2016年安博赫德指控强力逮捕施报 两人最终达成和解 刚离婚的时候 安博赫德就提出 要把半数的和解金 相当于一亿元台币 捐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还有儿童医院 这让他的形象水涨船高 甚至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提名作为大使 到了2017年 meToo运动遍地开花 安博也因为家暴幸存者的姿态 赢得了不少支持 强尼代谱在这整个过程中 失去了捷克船长 以及怪兽与他们的产地里面 葛林代华等等的经典角色 但随着这几年的官司 千篇万化的风向 以及背后团队的舆论管理 成为了法院攻防的手段之一 强尼代谱提出了许多证据 要证明安博对他诬告 例如安博赫德依酒瓶砸他 导致他的小指被削断 还殴打他的脸部 对他进行言语羞辱 随之而来 骇人听闻的床上大便照 更让网友相信 强尼代谱受到精神虐待 这不只重创女方的形象 更使部分对 MeToo运动反感的舆论 有了能够借题发挥的口实 然而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是非 本来就需要复杂 而且细致的检视 英国法官安德鲁尼科尔 在2020年强尼代谱 告太阳报诽谤的判决书里面写道 我认同强尼代谱 让安博赫德恐惧 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 但强尼代谱所揭露的录音档 又显示了另外一种版本的现实 Amba, I lost a f***ing finger, man Come on I had a f***ing I had a f***ing A mineral A can of mineral spirits thrown at my nose I mean, you can please tell people That it was a fair fight And see what the jury and judge think Tell the world, Johnny Tell them, Johnny Depp I, Johnny Depp Man, I'm a victim to people's genetic design And I, you know, it's a fair fight And see how many people believe Or provide with you 分乱的证据与说法彼此交战 当真相无法越辨越明的时候 甲暴案的是非 就成了一场拼人气的修罗场 奥勒冈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路易斯指出 强尼代谱的粉丝 能够一路拥护他到现在 除了官司揭露了安博赫德 谢斯蒂的那一面之外 也和强尼代谱演艺事业的巨大成功 不无关系 他所扮演的角色 从温柔羞涩 又不安言辞的剪刀手爱德华 到捷熬不寻 意正意邪的捷克船长 这些多病而迷人的角色 太过深入人心 影响了观众看待强尼本人的方式 另一方面 2009年 两人第一次在最后 型男日记片场相遇的时候 赫德才刚刚开始被大众所知 一直到2017年 他才获得生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 也就是水行侠里面明艳动人的梅拉 双方之间巨大的射精地位差距 也造成两个人的粉丝数量与人气基础 完全无法相比 这场家暴案对两个人的事业 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在庭审细节都公开直播的情况下 现实与真人秀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让原本严肃的家庭暴力议题 俨然成为了两位酒媒代表作的演员 最奋力的一场演出 下一段跨观点 我们要邀请台湾国际女性影展色展人 卢佩佳来跟我们谈一谈 MeToo运动和取消文化之间的 剪不断 厉害乱 欢迎来到跨观点 在上一段的新闻当中 我们谈到了Ember Heard跟Johnny Depp 他们的家暴争议 包括在MeToo运动浪潮之下 猎物witch hunt 是不是变成一种反射动作 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太容易陷入 家暴受害者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女性 这样的刻板印象 我们知道其实MeToo运动 它是主要是鼓励 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说出自己受到性侵的真实遭遇 一方面是鼓励受害者要发声 让受害者用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故事 来反转过去容易去 Victim Blaming 谴责受害者这样子的舆论环境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要借由受害者的挺身而出 呈现出整体社会的一些性别的问题 今天全球聊天是我们特别邀请到 常年关注性别议题的罗佩佳 罗佩佳她是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的秘书长 也是台湾国际女性影像影展的策展人 她曾经担任过亚洲女性影展的联盟 还有柏林影展泰迪熊奖等各大影展的评审 欢迎罗佩佳 Hello 大家好 MeToo运动她现在被广为所知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2017年 那个时候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制作人 Harvey Weinstein这个性侵事件的爆发 但其实MeToo并不只是网路上的一个 hashtag一个标签而已 它是已经进行了16年的社会运动 那这边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 我们分享一下MeToo运动 它的整个脉络是怎样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因为 是2017年的这个Harvey温斯坦事件 那的确这个事件呢 让整个这几年的新骚扰议题都备受关注 那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美国的好莱坞一直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嘛 然后这些发生的女性又刚好是国际知名女性 所以这时候的MeToo摊杀运动呢 大家就会以为说 是不是就是这时期开始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 这个概念是来自于2006年 当时有一个美国的社会运动家 他叫做Tarana Burke 塔拉纳伯克 当时他发起这个MeToo这个口号 目的是希望能为底层的社会女性 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 在受到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时候呢 能获得更多人的深远 而这个深远的含义 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希望大众能够有同理心 来理解当时人的处境 所以当时候呢 Tarana他的这个 用了一个英文叫做 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用同理心来实现 Empowerment 复权 不是复权因你的复权 是赋予权利的意思 所以他的目的是希望说 不管是严重的性侵害 或者是轻微的性骚扰 只要是选择对于你自己 不舒服的性骚扰 选择不要沉默或是不要漠视呢 然后能够引起大众共鸣 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当然经过这个从2006年到现在 整个MeToo运动十年的酝酿 其实在欧美在2017年以前 其实就有很多的延伸 比方说像北欧级的国家 它当时就有什么叫做 50 50 by 2020 的口号 就是说在2020年前 希望能够达到性别平权这件事情 那还有像是One of Incident 就是绝非一次单一事件 这个概念呢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谈MeToo 不是只是一个每一次每一次的个案 而是要了解整个性骚扰平权 每个环节的认知的一个重要性 MeToo运动一路走来 有过不少的反对声浪 包括让许多人有点跌破眼睛的 是不是就连法国女星 凯瑟琳 丹尼弗 都曾经公开表态反对 她觉得说MeToo这个运动 剥夺了男性的调情权 眉来眼去的权利 以及部分舆论也认为 MeToo运动走向了取消文化的极端 所以这边我们想要请问老师说 对于这些反对声音 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历史经验来看 其实倡议本来就是 一路以来都会有另一种声音 其实也不奇怪 那思想法就可以很多元 因为这毕竟也是人权和民族的表现 只是说很多反对声音 都是从单一个案事件 或者是从自我的生活状况来判断 然后再进行整个对倡议运动的检讨或质疑 其实这两者角色上面其实不对的 那最重要的原因也是 就是因为对MeToo的概念并不了解 比方说拿刚刚提到的 这个非单一事件的 这个one off incident的这个概念来说好了 MeToo强调的是女性所承受的 不管是性侵犯性骚扰 或者是各类型的歧视 它要讨论的是整个文化 还有制度权力结构啊 整个社会风气等等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认为的小事 就是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没有去反省深究背后的性别权力问题的时候 日积月累之下就会纵容成为大事 那很多的反对声浪其实就是在于 这个大事跟小事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平无的状态 所以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我们也不用去对于这些反对声浪 有非常多的沮丧或挫折 那凯瑟琳丹尼粉她本身就是权力的核心嘛 我觉得她的说法也许可以代表某一个像她一样的族群 但是同样的如果说 MeToo的概念是同理性的话 当然她也不能代表其他族群的说法 所以就像她讲的 男性调情权这件事 其实MeToo针对的不是男性的调情 而是当男性调情的时候 我们有权利去决定这个调情的界线 所以这个界线是蛮因人而异的 好那同时我们也知道MeToo运动影响相当的广泛 在全球遍地开花 那想要请问老师 MeToo运动到了亚洲 它变成怎么样的亚洲的模样 MeToo到了亚洲 其实长得另外一种模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千古年来的父权结构 在亚洲社会 其实是更加的严重 所以女性其实也蛮习于服从 或是崇拜男性的权威 所以如果我们延伸上一题 就是反对声音 其实亚洲社会的反对声音更多 你知道其实像日本一开始的时候 它有出现所谓的反蜜兔运动 而且反对的都是女性的居多 但随着一些 我讲比如说媒体 有报道的一些个案出来以后 名人个案出来以后 大家也比较了解 那其实后来像你不知道 知不知道伊藤十指 她其实就是被性侵的女记者 她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攻击她的 就是这个强暴案件发生 攻击她的都是女性 可是经过她跟一些认同 MeToo运动的推动之下 他们就产生了一个 另外一个反性少女的运动 叫做KUTOO 就是KUTOO的这样的运动 来促使政府可以制定 反性少女跟反歧视女性的一个法律 然后像除了在日本之外 韩国更不用说了 其实韩国在2017年以前 就已经有网络女性主力运动风潮 所以借由这样子的网络平台呢 他们讨论这个所谓的 MeToo 因为韩国的潜规则的这种 自杀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 所以他们对于MeToo反应 其实相较其他亚洲国家就还要更多 甚至他们还有出现像 女性主义流派小说家 像82年生的金智英 就是这一时期的小说 然后里面也谈到很多 跟MeToo有关的一些情境 如果延伸到东南亚 我是觉得最有趣的 因为政治还有宗教跟风俗 运动 就是说倡议的这个运动的规模 可能比较小 但也不是没有 他们有发展出一些 MeToo的子运动 比方说 菲律宾有一个叫做 嗨呀阿口 就是我是一名年轻少女的运动 来反对呢 性骚扰跟性侵文化里面 总是责怪女性穿着暴露的关系 还有像是这个 拜拜阿口 我是女人 这样子的运动 来抗议总统性别歧视的言论 那甚至在泰国 还有一个叫 Don't tell me how to dress 来表达 女性对于她们穿着上面 老是引发羞辱 这样子的给不满 所以我觉得这些子运动 是都还蛮有趣的现象 好 再次感谢老师 今天的分享 无论是Johnny Depp 还是Ember Heard 这些外貌跟身价 都是万中选一 甚至亿万中选一的天选之人 还是像我们这些事情 小民凡夫俗子 感情这件事 从来就没有简单的是非题 那也不要走开 这段节目我们要介绍一位 结婚成瘾的女性 其实有好几位 那有越多段婚姻经验的人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 久病成梁姻 找到婚姻的各种诀窍呢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全球聊天室 今天的夯新闻 我们要来看 不一定要像Johnny Depp 跟Ember Heard 他们非要在床上大便 或者是朝对方砸酒瓶 然后最后对不公堂 这才算感情决裂 小智价值观的不对盘 生活习惯的都不拢 或者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都可能是害婚姻出现裂缝的原生 那其实虽然现代人 早就已经不避讳谈离婚了 但是离婚11次 这个数字还是蛮猛的 那是秉持着什么样的热情 才可以再可能遭到背叛 或是受了极大伤害之后 还可以再一次地说出 Yes I do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 TLC旅游生活频道 会透过《结婚成语》 这部纪录片 纪录四位在婚姻中 越挫越勇的女性 看她们如何失败中学习 找到自己的幸福哲学 结婚11次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美国犹他州一名52岁妇女梦内 曾经拥有11段婚姻 现在正在跟男人约会的她 觉得自己遇到真爱 但真的是这样吗 告诉我们每个十七个男人 好的 我第一个男人 我当中学习 我告诉我姐姐 我一天会认识他 我两个月之后 我第二个男人 我们讨厌他 但我們被奪得了, 然後我們想要努力, 所以我結婚了他, 所以我結婚了他, 所以我結婚四人 他有孩子, 我愛他的孩子, 他有很大的孩子 五人 五人 是一位我愛的朋友 六人 六人 他就很可愛 所以我結婚了他 然後我結婚了他 五人 八人 六人 四人 八人 八人 三人 八人 八人 就是那种人你应该不会变得到 但有时候你会 10年我认识了他 他很好的人 但我们应该只会成为朋友 11年我甚至没有在那里 有什么要说 最熟悉梦内每一段感情的 可能就是她和第一任丈夫 所生的女儿马赛蒂 我的妈妈是已成长11年 像我认识了很多年 我认识到我的天 在前面我认识了 每个川匠我们住的家里 这个家里我们还没看到 一场原谈时 他们就居然结束了 所有人都没放了 我不是在身体感受难 但我认识很累 我经浪识了 我学了什么事情 修改了 I do I was raised in a religion that you didn't have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and so a lot of those were just very short Right You're a Mormon living in Utah It can be conservative right? Right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was completely wrong But I knew it would break my heart if I got kicked out of the religion My first marriage We were married for 10 years you know But I got married 6 days out of high school and we were just too young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LDS community to be perfect Growing up with her being a single parent It was like people kind of just pitied you and didn't like just treat you as an equal And I think when like her marriage would fail Then she's like great it failed again let me go try to find it somewhere else And I think she did it over and over and I think if we didn't have this religion Then she may have not gotten married as many times I'm kind of curious as to what it is that you're longing for that you didn't find in And you love another man that you feel that you're going to find in this guy I think there's still something missing in her heart that she's looking for But only she knows what that is D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No absolutely And with all the respect maybe it's not a guy problem Maybe it's you Growing up with her work 婚后生活很平淡 結了十一次婚跟十一个人有过山沫海事 其实这不只勇气可嘉 更是对婚姻可能抱着某一种毅然决然的信仰 當然经营婚姻不容易 但无论你现在你是单身 还是你是结婚了 无论你的感情关系 单一伴侣制 还是开放关系 或者是多重伴侣 最重要的还是外面不离其宗 在尊重自己 也尊重别人的同时 不要勉强自己 要让自己活得自在开心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一天我们都有您搜集 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 我是Gino 王显瑜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